大陸官媒发起龙年舞龙挑战赛 不过注意到了吗 影片上龙年的翻译 变成Long Year Long Dance 不是通用的Dragon 而且这不是特例 In the Year of the Long 今年不少中国大陆媒体 倡导改变龙的翻译 采用Long L-O-O-N-G 理由是中国龙跟西方龙不一样 中国龙外形有马头 鹰爪 蛇身 代表勇敢奋进 而西方的龙则有翅膀 性情暴躁 被视为邪恶的象征 比如说西方人 他就会想 中国竟然说自己是Dragon的传人 在他们的那个印象里 Dragon就是邪恶的象征 这里面有一种文化上的扭曲 对于少数人来说 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 自己的这个企图吧 通过这个来 比如说破坏中国形象 中国大陆意图改变龙的翻译 引起外媒注意 BBC报导 这反映出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变得更加民族主义 强调文化自信 承行近年的去英语化趋势 但是北京意图透过宣传机器 投望掌握话语权 在国际上只是字还之多 美国总统拜登在S平台发文祝贺 使用农历年 Long the New Year 避开龙 不用Dragon 也不用Long 更没有Chinese 让农历新年 不限定于中国年 TVBS新闻为 陈永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